行政月23号宣布27号将降为二级警戒 张华南投宣布开放餐厅内用 台中市却迟迟未宣布 对此卢市长也坦承 尽管台中疫情已经连续六天加零 但还是要审慎评估 目前已经提出了开放餐厅内用管理措施 要求确实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 点完餐民众提走外带餐点 疫情期间餐厅无法内用 业者贴上字条公告 而随着新政院宣布27日全国降为二级警戒 张华南投纷纷宣布开放餐厅内用 近期连续六天加零的台中市在研议过后 24日下午也宣布将有条件开放餐厅内用 当然第一个限制就是大家必须按照中央的指引 中央指引讲得很清楚 要设隔板 然后桌子跟桌子之间要隔1.5公尺的社交距离 要有十连制等等 像这种限制中央的限制大家要遵守 另外呢 我们台中市政府我们认为共食 那大家夹来夹去是有危险的 所以我们要落实公块母池 它的容流人数 它必须张贴在它的餐饮店门口 27日开放餐厅内用后 业者得遵照中央防疫规范 进行实联制设置隔板和1.5公尺的社交距离等 不过杀戮的一家火锅店业者和附近商家讨论过 为了顾及员工及顾客的健康安全 选择自行延后一到两周再开放 不急着开放民众进场 这次的疫情也是比我们想象的多 还要严重很多 或是说有些国外的一些国家 他们就是有可能尾解封之后 然后又再度爆发 就更严重的情况都有 我们应该不会说马上就是跟着解封 然后就内用 因为也是要顾虑到说 不知道这些客人客群是从哪边关 或者是说会不会从北部下来的也不一定 那也是想说再观察个一两个礼拜 尽管在疫情期间已经流失超过九成客人 但害怕同样的疫情噩梦再度发生 业者还是选择不降级 短时间内只提供外带给民众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